Hello, 大家好, 我是 Mr. Emanso 今天会为大家讲解的就是HKDSE Practice Paper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, Session 8, Question 7 这份卷可以在考评局里面找到的 follow以下的link 请留意以下讯息 如果你是未明白小弟做这些video的理念 或者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个video的话 麻烦你postshow video 好, 第七条 你看看题目 给你一些资料 甚至给你一幅图 然后叫你inspect有三个sentence 看看哪些对哪些错 OK 第一条是L1 L1的equation就是x等于5 为什么呢? 现在你看到我给你的图 无论你由上高读到下低 或者下低读到上高 你也会发觉 5453, 5251, 505, 5-1 它都是x的座标没有变 但是y是有变的 即是无论y怎么变都不影响x的 所以这条线我们就叫做x等于5 那y是no show 因为y怎么变都不关事 OK 好 接着之后 第二个statement就问我们 喂 那个slope是多少多少 那我们就立刻去计算给你看 那逢是linear equation 我都会塞回所有有关linear equation 的公式给你看 OK 那两个点计算是-3 over 5 好 最后的那个statement就问 喂 到底某一点是否在l3上高 l3 那同样地 如果我们 一条水平线 你又好像我这样打光点去看 你会发觉 对啊 -1, 3, 0, 3, 1, 3, 2, 3, 3, 3, 4, 3, 5, 3 无论x怎么变, y也是没有变的 至于那点 2over 2, 3, 2, 3 到底是不是处在l3之上 答案当然是呼之欲出 那所以呢 我的conclusion 就是statement1和statement3是对的 而statement2是错的 那当然你要看回题目 你才知道我说什么 好 多谢大家的收听 这条题目讲解也是完毕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找我 OK 再见 拜拜